好 剛才我們練習了圖框繪製 那也把圖框的那些名字也寫上去 在這裡最主要是讓各位練習是 第一個對圖子範圍的感覺 那這個是五十分之一 那你就說如果是三十分之一 它的尺寸啊 因為這是未來要顯示的大小 都會不一樣 跟各位講這個是 因為我們在模型空間去作業 那如果以後到圖子空間 它的概念又會有一些不同 那這裡是讓你練習一下 用繪製的圖框來練習線的指令啊 練習抓點的模式 練習文字的輸入這些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入一個 重要的觀念 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 這個在電腦繪圖可以講 是已經是標準了 那只是不同的軟體 它會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叫圖層 Layer 這個圖層的觀念 這是2006的時候的這個 2006的時候的講義 但是你再來看 2013的講義的圖 它還是這個圖 表示它觀念是一致的 就是從來沒變過的 好 這個我在2006的時候所做的講義呢 所講的圖層的概念呢 其實基本上一樣 只有那麼一點是不一樣 就最後這一點 物件是否在個別配置伺服中 以不同的性質出現 好 我們首先先來講這個圖層 再來講這裡有什麼不同 或者說它這些功能是什麼 不同對那個以前學舊的軟體的同學 比較重要 可是對新的同學來講 這個全部都新的 沒有什麼叫不同 我們首先來看圖層 你直接看它的文字描述 圖層基於圖子的字圖中 所用的疊附等 對等 圖層是圖層中使用的主要組織工具 將資訊依功能分組 並會指定預設的性質 就這個圖層 有預設的顏色 預設的線形 預設的粗細等等 它不只這樣 還包含其他很多性質 包含要不要顯示 就這個圖層整個是關掉的 或整個被打開的 還有上面的物件 上面的線條要不要列印 有好幾次有很多同學 在出去到了事務所之後 會緊急的打電話給我 或者是在FB上問我說 老師我的圖出不來怎麼辦 我會先叫他去看圖層是不是 或是那個線條是有按到 有時候就會整個沒有辦法輸出 第三個是 是否要預設顏色線形 尤其是有关 которая是有关系的 去使用达层 除细 透明度 给所有的物件 再跟各位说一下 涂层在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尤其是线条的颜色 在AutoCab里面 线条的粗细你可以直接指定 也可以用涂层指定 也可以用颜色去对应 我讲了三种 哪三种 第一种呢 直接就指定这线条的粗细是什么 多少 这是第一种 但是如果你的线条粗细 在显示的地方没有去指定说 我要把线条的粗细打开的话 你看到都是一样细的线条 你会分不出粗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即使有打开粗细线 可是因为你一直在缩放 所以其实你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是适当的粗 适当的细 搞不清楚 因为它缩放的关系 那再来呢 它图层 也可以某一个图层 上面的线条有不同的 就是这个图层 全部都是同样粗细 可是这个有时候也会有麻烦 好比说我在窗户层 这个图层 它的窗户层呢 表示是窗户 可是一个窗户的原件 这个窗户上面的物件 不会都同样粗细 因为剖道跟 跟这个看到 跟没有看到 就虚拟的装饰线呢 就不一样粗细 所以如果你用图层来管理粗细 又是跟 原来我们用物件管理图层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虽然图层可以管理粗细 不好管 非常不好管 所以粗细要怎么管呢 用颜色 我跟各位讲 各位一定要铭记在心 在AutoKey里面 最好都用颜色来代表粗细线 最好你不要直接指定粗细线 也不要用图层去指定粗细线 很多同学会忘了 比如说他在画的时候 这条画0.1 下一条又忘了更正回来 所以他继续画 但是他知道这条线应该0.5 所以发生了 印出来才发现 有了细有了粗 有了细有了粗 然后有同学说用图层去管理 可是发现 我的窗户全部都是一样粗 或全部都一样细 这会有大问题 等到你真的出土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没有办法这样作业 所以要怎么办呢 就只能用颜色来代表粗细 因为你一眼看到那个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粗细 是最简单的 以后再跟各位讲 但是图层基本上可以管理颜色 可以管理线形 可以管理粗细 目前还多一个叫可以管理透明度 为什么会有透明度 因为有一些填充的状态 就是填充物件 它会有颜色 它会整个遮住下面的东西 所以它希望有透明度 所以它希望有透明度 这就出来了 然后图层有没有上锁 可不可以被修改 最后一个叫做图层在物件 在个别配置四复中的 不同图层性质的显示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是因为新的 在AutoCAD的时候呢 在AutoCAD的 对不起 配置空间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这一个地方 所要出现的 比如说是五十分之一 所以我所有的文字都要出来 可是到了这个地方 我是画两百分之一的图 图上都一样是那个物件 可是它希望 比如说两百分之一 在这个师父里面 就不看到那个文字 那个详细的说明 所以图层就必须要根据 不同的师父 给予不同的性质 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出现 所谓的用图层来 在不同的师父下 有不同的性质的显示 这是新的功能 这在旧的版本不会有了 所以如果是 你学旧的 2012以前的同学 你必须要再去熟悉这一段 那我再重复一下 图层最主要就是 用来管理不同的物件 我们在这里呢 不会去管理不同的粗细 不会 线形跟颜色会管理 可是基本上你会画的时候 会调整它的颜色 我们到时候再说 那我们在这个讲一里面呢 我们会讲说 我们图层是用来 这也是旧的 用来控制哪一些看得到 哪一些看不到 用来区分要不要运算 这在早期很重要 现在不重要 早期的电脑比较弱 所以电脑呢 必须要去控制说 哪一些要算 否则的话它会全部都计算 为什么说要不要计算这个 是因为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以前 现在不会了吧 以前在画圆的时候 如果这样小 这样的尺寸 如果看进去的时候 它会先是 这一段你注意看 这一段它是直线 实际上有的是直线 那要做一个指令叫regen r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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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现在大概不需要这个指令 现在都是自动重新产生 regen regen generate 图形 你看它的线条会重新画一下 比较平顺 再放进去 它又会变直的 你注意看 又是直的regen 它会重新再计算 这就是图形的计算与否 在我们旧的版本 就是你的电脑比较慢的时候 这个冷冻不冷冻是有作用 但现在不太有用 再来区分不同的线形 比如说这个图层 全部都是画建筑线 基地线 所以我用链线 单点链线 两点链线来画 然后呢 再来就可能用不同颜色来区分 那我们现在目前我是建议各位 在这里我强烈的建议各位 不要去指定线的粗细 也不要去指定图层的粗细线 最好全部都用颜色来指定 我最后再跟你讲 为什么跟怎么样去对应 那这个是新的版本 就有粗细线 这个不要 尽量不要去动它 这里有粗细线 要不要列印出来 因为像辅助线是不会列印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辅助线给关起来 那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些图层的指定 在这里 你可以去下载讲义第五 这个讲义在这里 ftpid.tud.edu handout acad 你只要记这个就好了 记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样进去之后有autocad 然后到第五堂的时候 这里有所有图层跟颜色 要不要列印的设定 我们在这一堂课 不是这一堂课 这一学期所设定的全部都按照这样 那请你呢 就依照这样来设定 那我先来设定一次 我们等一下要画辅助线 我们先来设定这个 未来不列印 虚线 0.001这个 这个红色 所以0.1 这个0.1不用去设定 我们来看 在这里有一个图层的指令 这里 这里是目前的0层 0层是不可以删除的 它是基本层 基本的预设层 那这里下面还有很多图层 那我们要用的是这个图层性质 管理图层跟图层的性质 这个点了它之后 出现图层的管理性质 它现在就是 目前就是0层 只有这个0层 那这是所有的图层 这是三选 就是说你可以去过滤哪几个层要打开 用这样来做性质的差别 那我现在新建一层叫辅助层 好 好 叫辅助线层 然后现在的线不是continual 是dash 那这里没有dash 所以要载入 载入什么线呢 dash这条线 这个第一个 这个是ISO-Dash 这个 确定 好 其实这个会有比例上的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先不用管它 确定 会有比例上显示的问题 好 它就ISO-Dash 那出现线不要指定 你要指定 我不是反对 但是以后你就知道 这个指定是枉然的 最好还是用颜色去指定就好 好 这里有颜色 这里有颜色 颜色呢我希望各位只用这几个颜色 不要跑到这上面来 用这几个颜色就好 为什么用这几个颜色 跟各位讲你只要简单化你的画图 以后会让你比较轻松 为什么呢我建议各位 这里呢1号用代表0.1的线条 黄色2号代表0.2的线条 绿色0.3的线条 5号这个我也是代表0.2 因为我们没有画0.4的 5号0.5 然后这个是0.1 0.2 0.1 0.2 0.2 0.2 然后只有1 2 3 5还有8 8我可能用另外的颜色去代表 1 2 3 5 8是我们在画建筑制图 室内制图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线条就已经足够 1 2 3 5 8 五种层次 那如果以绘图来讲 在这个实际的绘图来讲 1 2 3 5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 比如说结构线 破道的结构线是0.5 看到的结构线 看到的结构线0.3 破道的物件 比如说破道家具破道窗框0.3 看到的0.2 没看到的装饰线0.1 所以就1 2 3 5就够了 那以前在建筑还有一个东西叫轮廓线 会画0.8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画到那里 所以我们这里就用0.1就用红色 以后你就看到红色1号就是0.1 2号黄色就是0.2 3号绿色就是0.3 4号这个是青色还是0.2 用家具其他东西是用它来 0.5是蓝色的 然后6号我也是把它当成0.2 家具的家具的一些辅助线 还是0.2 因为0.2的线条最多种 所以我才在4号跟6号也用0.2 那这样的方法让你以后在绘制的时候 你在指定线条对应的时候会最简单 跟各位讲用颜色去区分线条出去 最简单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还是可以用其他方法 比如说你直接指定0.1 0.2 0.3 可以 或者是在这个线条这个地方去指定出去 也可以 或者跟各位讲这样的方式 有可能刚才讲的那两种方式 有可能在输出的时候 常常会输出错误 最好就直接看到 这红色0.1 然后这黄色0.2 或者是青色0.2 那个阳红色0.6号也是0.2 2、4、6都是0.2 然后1、3、5 就点1、点3、点5 然后2、4、6都是0.2 这样是最简单的方式 不要跑到这边来 因为162代表点几 你要去记的话 恐怕你的记忆没有那么好 可以 我没有说不可以 只要你自己够清楚 你要16号代表点1 然后什么170号代表点1 可以 但是我建议各位 这只是一个习惯 你把它建议单纯一点 1、2、3、5 然后4跟6也是点2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这里是点1 好 这样就 第一个图层我就设定了 对不起 这里还有一个不列印 这个地方我不列印 再按一次是要列印 不列印的意思是说 你虽然画好了也看得到了 但是最后输出的时候它不会列印 因为这是辅助现成 然后这个是新的 这是新的 新师父要不要冻结 这个是新的 这样是冻结 这样是没冻结 以后再说明这个东西 这个是跟师父有关 师父就是这个配置图里面 一个框叫一个师父 这以后再讲 用这样的方式呢 你把所有的图框 所有的图层在这里 辅助线、割面线 这割面线不叫割面线 我们一般 你们在学设计老师会跟你讲 这叫割面线错 割面线 割面线是什么呢 是割开物件之后 它的材质线叫割面线 那我们一般在标示 你哪里要割面 那个叫割面线 然后柱、墙、梁、楼梯、门、窗、家具、文字、尺寸、 尺寸、标注跟装饰 各依照这样的方式 全部把它设定完 再一个新的图层 再一个新的 一直这样下去 请你把它给标注完成